也就是说在它拖动的过程中 这个进度还没有最后确立 因为你的手指还没有放开 它是动态在变 在不断的变 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 因为你手指没放开 它实际上还没有成稳 所以我们这就用二个一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高度 我们现在按着播放 就已经触发了一个 拖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再放开 OK 大家可以看 我们从最开始 从10开始 在拖的过程中 它是不断的 在我们的那个change 对吧 progress change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音乐播放的时候 你不要在这个里面 去改变你当前的 音乐的那个播放位置 不然的话 一会儿要变 一会儿要变 实际上我们得 它和它来配合 最后我们拖到了53 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这个空间就这样 了解了一下就行了 关于外观 这个我相信 通过我们之前的例子 大家对外观 已经可以去解决它了 这些都不需要死金贝 我们再来看一下 quick contact的badge badge是就徽章的意思 就徽章和标签 还有我们很多时候 公司的门卡 也叫badge 这个叫什么呢 快速的联系人的 这样的一个badge 那么这个是个 是个什么东西呢 可以在这看 这样一幅截图 实际上就是 我们点了某一个人之后 他是不是可能会 跟他连行挂钩 实际上这个badge 就是指这个图片 就是指这个图片 那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太好说的 大家其实也可以自己 在这里查一下 自己来查吧 我就快速给大家过一遍 同样的把这个空间拖上来 badge 拖上来什么都没有 就这一小块 因为他还没跟我们联系人绑定 没有跟我们联系人绑定 你要如果 同样的大家下来自己 去看一下他的一些方法 去看一下他的这些属性 有些什么 有个SRC 圆对不对 我们就想到原来 他就是一个ImageView 因为后面大家学了就知道 ImageView也有SRC这个属性 事实上 他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继承关系 大家以后看 玩这些类都要去分析 他的继承关系 看没有 就继承ImageView 猜都猜到了 所以这个图片 你想指成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了 这是大家 自己喜好了 这个当然你可以去设置成 你自己的一个照片 ScaleType 窗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它是一个美举的美举变量 它架死没有 边界 好 差不多的 然后我直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图件的一个常规使用 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sho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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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讲四大指尖的时候 简单提了一下 后面会详细的去讲 说白了就是根据ID查询 根据ID去查询 这个是什么 根据电话号码去查询 这个是什么 根据email去查询 反正都是查通知录 都查通知录 我们就随便设一个 我就根据一个电话号码去查一下 指定一个电话号码 15608071871 我的电话号码 LaserLookup 就是懒惰的查询 懒惰的查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如果它设置出 设置成true的话 则这个查询 不会被执行 直到这个试图被点了之后 才会去执行 这叫懒惰的查询 你就来懒惰的查一下 Boss大家自己下来去设 这些空间 你用到了 在学都没有关系 大家现在只是建立一个印象 他们是用来干嘛的 OK 就这么简单 运行一下 那么如果没查到怎么样呢 没查到它会提醒你 要不要去新建一个联系人 要不要去新建一个联系人 这用你建设 还有些跟界面相关的 我就不去介绍了 这些空间 我点一下 它就去查了 查到了 不好意思 查到了 这是我 可能我之前说的 可能我之前说的 那如果没有查到 我改一个电话 顺便我们看一下 它里面有不有一些事件 没有什么特殊事件 所以大家以后再看这些数件 一看就是 哇太熟悉了 立马就能辨别出 跟这个空间相关的一些 自定义的事件 对吧 当然它起动的XGBT 也是系统的XGBT Contact在那一块的Activity 点一下 然后它就说 是否要把它添加到联系人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新建联系了 这样我们就进入到Contact 通讯录的这里面 然后我就不操作了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Form Widget的最后一个组件 叫Rent Bar 这个我们也很熟悉 就是投票的时候 给那个设星星拿这些内容 对不对 Rent Bar的话 还巧了 这边还有比较详细的文档 好像 设置几颗星星 我们看重点属性 我们只看不一样了 设几颗星星 每增加一颗 这个值增加多少 Step Side 这个是递增脚步了 也就是说你每次增加一票的时候 你是按一来增的 明白吧 我们一共是五 就五颗星星 那么如果你设成0.5的话 就每次就增半颗星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是我这上面的一些插件 这个有学员问到 操作方式也很简单 主要是当星星被设置了之后 就会是有一个 欠解的这样一个事件的点击 然后我们把当前的 他的这个事件给他打出来就行了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RINT 主要是RINT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吧 RINT的这样一个参数 是一个辅典 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值是相关的 那么我们猜想一下 其实他肯定有一个 getRINT这一类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所以猜都能猜到 当然你要把这个星星 要改成月亮行不行 能不能猜出来 可能是什么样的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增加一个星星 RINT吧 does not support in layout edit 他说这里头有一个形状 这个星星的这个形状 在layout editor里面不支持 layout editor里面不支持 就是 放错的地方 我们放一个readbar 他提示说这个形状没有 bitmap这样一个形状 在layout editor里面不支持 我们不管他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己去思考一下 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们先做一个尝试 先不管他 他的形状不支持 我们可以自己再去定义一个形状 我们比方说 我更改一下样式 这个样式 我当然可以用系统的 对不对 想象一下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更改 那我自己要去定义一个样式 怎么去定义呢 是不是我们进到系统里面 把那个if面文件打开 学习一下 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学东西 要学思路 不要去死尽背这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样式里面 大家下来自己去研究 它是怎么定义的 在Vidget里面 找到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样式 这有个Rating Bar 找到这 按照我们刚刚在官网学的 我们给它设置上 它的星星有几颗 五颗 我们再给它设置上 它的Step Size为1.0 你愿意你也可以弄半颗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还没出来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如何去改变星星的形状 这是给教给大家自己的课题 我们看其实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这里 由于没有用ScrewView 我们还没有讲到那个地方 所以它被拖 被推下去了 我们又没法扳 这样子 以后再遇到了 我把它往上来 把它拖到上边 拖到这 大家看 实际上它那个是不是有点骗人了 照样实现了 我们每次增加的时候 都是一颗 再点就把它点掉了 它这个点 大家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我点这的时候 它三 对不对 我再点到这 它实际上就只剩一颗了 这两个都会按掉 它不是说你点哪颗 按哪颗 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增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是四星级的评价 三星级的评价 二星级的评价 好 我们下面去实现一下这个世界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姑且认为它是一个小bug 不要去深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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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它的方法 setup 视线方法 哪一个呢 这一眼就找到了 reading bar change listener ok 又一个 reading bar change listener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几个值 我们刚才也看了 其实不看的话 我们猜也能猜到 这就得到当前的 这个reading的值是多少 对不对 实际上我们这个值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去设置它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xml 和我们的去写代码 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 reading 我们是不是一出来 这就有个reading 这个你就可以去设置 它的一个默认值了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 好 我们在这里 没什么好说的 打出来就适了嘛 好 来看一下效果 这些组件 我讲的都比较略啊 因为其实很多 该铺垫的内容 我前面都讲过了 包括怎么去实现 它复杂界面的 这样的一个实现 相信到这里 大家都应该有思路 没思路就自己去学习 研究 二 三 五 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如果把这个绿色 变成黄色 如果把星星变成月亮 这是留给大家的课题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我们今天 关于这个 form pages 就讲完了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OK 那这一块给大家一个要求 下来把我们今天 特别从spanner开始 后面的我们都讲得很快 后面的也很容易 重点是spanner 这些就过一遍就行了 有兴趣的去更改一下 它的这个外观 重点spanner 好好研究一下 多去玩一下 至少要把我今天 练的这两个例子 都要给它练了 还要记住那张图 还要记住那张图 那原定的 我本来想今天把这个也讲 看来来不及了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继续